11時32分的大雅集風秀 剛才說了很多單不同的新聞 也說天下間最好的 他們覺得世界第一等 世界第一等的節目 第一等的工作 就是保姆 他認為保姆這件事 就是世界第一等的工種 但是那邊商 有一件事 提及到 一宗奇案 奇案 但是這個奇案 當你用柯南的這種心態去想的時候 到最後知道結果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意外嗎 不是意外的 當我知道答案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意外 梁思浩你多認識一些東西 你憑什麼坐在這裡收人錢 你都已經認識不夠多東西了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可能我在這個界別裡面 都叫做 稍微薄有名氣 薄有知識 薄有美食 但是天外有天 世界這麼大 你永遠不會是最好的那個 然後你就說 假設 你住那個環境 突然傳來 震震臭味 你會不會想 這個臭味從哪裏來 先聞自己 好了 聞自己 不是自己 很正常 對不對 我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真的有潔癖 我的房子走進去 是有一種香味的 因為我要堅持工人 令到房子永遠打開門底下的香味 是空氣清新劑 還是植物的香味 香薰 香薰 就是他會分房子一會兒 因為我很怕 很怕就是 如果有時候有些味道 是源自於自己 但自己不知道 在那裏罵人家 說人家 後來原來自己很老 要你自己是先沒事的 那你就可以大條道理 去壞人 去壞人 心安理得點 假設在這裏 你住開的 即是你的房子 突然傳來 你是覺得 飄來陣陣的 惡臭 你會怎樣去找這個惡臭 閉上眼 然後 追尋 追尋 靈犬上身 就這樣 聞聞聞聞聞 跟著氣味去 對 很多時候會搜出 死老鼠 死貓 這些味道 但這次就是這樣 你要想一件事 因為發生在地球上 亦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真的叫做認知 原來有些政府會這樣做 因為地球上有很多處理方法不同 但就因為是這樣 找到地球上有些政府是這樣做的 然後一直問 很臭 發覺在貨櫃上飄出來 嘩 聞到貨櫃這樣 即是樓下 樓下的貨櫃 放了貨櫃在那裏 這次是真的事 真的放了貨櫃在那裏 很臭 好像是這個貨櫃傳出來 但貨櫃不是你的 那你怎樣 那看看貨櫃上有沒有 如果你是很邏輯地說 看看貨櫃上有沒有寫人名 或者電話 如果有車擋住你的車 那你都會打回去給車主 那你都要找到貴主 找到貴主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就沒有了 貴主就告訴你 你現在的貨櫃搶了 我們租了貨櫃出去 不知道 租了出去的貨櫃 可臭你的貨櫃 好快 裡面找到有屎屎 我最多幫你查一下那裏 幫我租了 這樣就給你一個名字 這樣就迫著我再打電話 不斷打 不斷上訪 很多時候是部門推部門的 大家不是打過這些電話嗎 喂 我現在一定 平安一致 沒錯 給你一個名字 你就去找 這些是秘密 我們不能告訴你 那沒有報警了 大家都臭到我 可能我嗅到這股氣味之後 我身體不適 我回不到工作有損失的 好了 事源發生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 拉達拉拉哈 他們在街上發現有兩個貨櫃 四周圍的人都覺得很臭 是所有人整個城市的人都覺得高位 整個鎮都覺得很臭 真的很臭 感覺像以前沙田的居民民城門河 沒錯 還是要震震存來臭味 然後他們說 怎麼辦 很臭 然後他們就跟你一樣 追尋打發貨櫃 沒有啊 我們租了一個貨櫃出去 那誰租了你的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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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租了 政府租了 哇 政府租了 當然麻煩了 你都不知道找哪個部門 政府哪個部門租了 政府租了 政府租了 一說到政府就難搞了 其實你可以報警嗎 如果這樣的話 政府租了 你可以報警的 警方就要打開那個櫃看看是甚麼 但警方有沒有權打開呢 因為照顧你而已 不是影響你人生安全 可以這樣說嗎 警方可以執法 他要打開看看是甚麼 是可以的 無論你政府也有權 有人會做壞事 即是偷眼恐龍骨 國產007 有沒有機會呢 有機會 可能陳凡躺在裡面 躲了幾天 是 因為他怕山竹就躲在裡面 他怕打風 躲在裡面 焗死了怎麼辦 這些打開看看 是不是 好了 警方就有權打開了 然後覺得很臭很臭 鎮的人都圍著了 一打開更害怕 會有些甚麼 那你這麼臭的話 不是死屍就是死動物的 一定是死了東西的 全部人搭人的死屍 人搭人的死屍 很多條 一個貨櫃有百多條死屍 搭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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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偷運人蛇那些 搭得齊整的 偷運人蛇 拌一下都亂了 是不是你拿著盒餅 搖不斷都散了 搭得好齊整 為甚麼可以這樣 現在就給你問一下 打開櫃很臭很臭 打開之後 是全部一排排 像朱古力一樣排好的死屍 賣屍體嗎 你想想 如果整個貨櫃打開 一條條魚很整齊的 就只是賣魚 那你沒有理由賣屍體 那你會不會想 就是這個地方 可能是一個大的暴風 什麼榴槤 襲擊完之後 死了很多人 他不想公佈 就藏了屍體 三十多櫃 那都藏在地下 不會藏在貨櫃裡面 還沒有掘到一個貨櫃 藏在地下 我打算掘到一個洞 然後整個貨櫃放進去 是的 即是Storage 那你會不會想 大家是不是要搜羅一下 這一群一排排的死屍 是甚麼人 即是他們來自哪裏 哪裏死了 對 一打一個櫃 兩個貨櫃都是死屍 新鮮的 即是死了沒多久 我不知道這部沒有報道 是否新鮮 總之全是臭味 我想知道死了 他有寫 甚至有些負難 有些負難 即不是死了很多天 對 負難就是全來惡臭 對 其實真的要找一下 究竟 你想想一百多個 一個貨櫃也有 不是死一兩個人 一個貨櫃裡面有 一百四十四具屍體 那你現在兩個貨櫃加起來 接近三百個人 死了 對 你覺得這件事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一打開櫃 全部死屍 種族滅絕 就是集中營 又或者是某個地方發生瘟疫 不想讓人知道 即是那些亞馬遜大森林 那些食人族 不知為何都很香 然後就要收藏 一些閃為人知的秘密 這是一個X-Final來的 這次很多人都會知道 原來墨西哥政府這樣處理 就叫齊齊 就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是一個處理的方法 到尾他們將這個真相公佈之後 所有墨西哥人都會 清楚明白 繼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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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這件事 政府處理方法是對的 但是死了那麼多人 又不對外公佈 是要傳出臭味才知道 大家都將這個秘密 三十個季隱藏 不要出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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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他鎖起來 鎖起來 你覺得什麼的因由 所有墨西哥市民都說這個世界 新聞天外又天 好臭好臭好臭 那些屍體的屍體是有屍毒的 或者可能是 好像Walking Dead 那些屍殺列車 那些全部都是中了屍毒的 你一打開他 你不知道會不會有些瘟疫 細菌走出來 不要 不要 那關掉他 埋了他就算了 或者一部房子燒了他就算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一群種族的人也不會 如果一群種族的人 就是種族滅絕 對 是一些不允許的東西 總而言之 什麼年紀 什麼男男女女 什麼都有 也有的 分佈也很平均 會不會是這樣 因為怎樣可以有這麼多屍體 通常都是停屍間的地方 會不會突然有一間醫院 他不知道什麼地震 沒有地方去藏 這些本身放在停屍間的屍體 就放在貨櫃裡面 這樣去想又對不對嗎 你絕對可以做到一個柯南 其實事的真相 就是 墨西哥前陣子 因為有一些風災 死了很多人 而他們的停屍間 真的不夠位 不夠位劑 但是為什麼呢 他們的屍體要排在那裡 因為這兩個貨櫃的屍體 是因為未有死因的裁判 要慢慢解剖 等著解剖 而是因為他們是未落狀 未火化就可以 即是他們要逐個 還有號碼在那裡 究竟是什麼事 找個包袋盒著他 有號碼 還要處理 但是因為停屍間 有太多人 唯有處理那些 就先推去貨櫃那邊 打開就因為很多 原有政府的停屍間 沒有地方放 就租用了兩個貨櫃 來安裝這些屍體 還未處理好所有文件下的屍體 等待進一步處理的屍體 所以一揭發之後 死者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在墨西哥暴亂暴動中 暴力下的受害者 因為死因未查明 所以完全不可以火化 不可以燒掉證據 所以一定要擺放 但因為這個停屍間 真的都爆了 真的沒辦法 唯有政府就租用兩個貨櫃 來使用屍體 所以每個貨櫃就塞滿 大約一百多具屍體 而原本這個貨櫃裡面 是有冷凍設備的 由於屍體太多 冷凍設備也說不到 所以才會有屍體嚴重腐爛 傳出臭味 真的要放冰鮮劑 沒有辦法 因為墨西哥去年 這個謀殺案高達三萬宗 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沒有辦法 死的人太多 謀殺案要等待解剖 你想想一年接近三萬宗謀殺案 你想想一年只有365天 你想想一天有幾個宗 一天有100宗 有100個人死於被人謀殺 墨西哥去年 謀殺案高達接近三萬宗 創下墨西哥歷史新高 沒有辦法 由於這個謀殺案實在太多 而去年7月的謀殺案 一個月已經有2600宗 在哪裏擠得這麼多 又說要上庭 很多案子在等待 但是那些檔案這麼多 你要放些檔案 放些證物 你也要租些東西 十個閻羅王都不夠審 對 所以他現在慢慢排 他不是沒有租到冷氣設備的貨櫃 但貨櫃實在太多屍體 就算開了冷氣也沒有用 所以傳出這個惡臭 來源來自墨西哥 墨西哥去年一年 有接近三萬宗的謀殺案 實在太多了 也創出了這個 就是墨西哥歷史的新位 為什麼這麼多人謀殺 很恐怖 大家在墨西哥真的要小心一點 確定六天 是啊 很小心 可能吃過Nacho 很小心 大家如果去墨西哥的朋友 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來源來自這個 就是墨西哥的報導